我们都知道 手如果湿湿的 千万别碰插头 否则可能会触电 不过你知道为什么吗 还记得吗 国中时 我们学过不是所有的水溶液都能导电 只有电解质水溶液可以导电 因此 水并不是导体 在水中解离的盐类才是导电的主因 虽然纯水几乎不导电 但我们生活上接触到的水 通常含有矿物质或碳酸 加上皮肤上的盐分 也会提高水的导电度 因此也会导致触电几率增高 但是 你记得为什么电解质水溶液会导电 而非电解质水溶液不会导电吗 瑞典科学家阿瑞尼斯提出了解释 电解质为什么会导电的解离说 当电解质溶于水后 会完全解离或部分解离出带有正电荷的阳离子 与带有负电荷的阴离子 离子就是带电的原子或原子团 没有通电的时候 这些带电的离子在电解质水溶液中可以自由移动 但当外加电源于电解质水溶液时 这些带电的离子会往相反电性的电极移动 阳离子会往负极移动 阴离子则会往正极移动 因而构成电的通路 所以电解质水溶液能导电 而且解离的程度越高 导电性越好 因此电解质依解离程度 可分为强电解质与弱电解质 此外 电解质水溶液中 阳离子所带的正电荷量总和 必然会等于阴离子所带的负电荷量总和 因此 电解质解离后 会维持电中性 想一想 电解质水溶液成电中性 是否代表阴阳离子的数目相等呢 让我们实际举个例子来看 将氯化钙加入水中溶解后 解离出的钙离子和氯离子各数比为 1比2 由于每一个钙离子会带2个正电荷 每一个氯离子会带1个负电荷 因此氯化钙解离后的正负电荷量比为 正电荷量 1个钙离子乘以2个正电荷等于2正 负电荷量 2个氯离子乘以1个负电荷等于2负 所以 虽然阴阳离子所带的总电荷量是相等的 为电中性 但是阴阳离子的数目 却是1比2 因此电解质水溶液中 氯离子总数不一定等于氰离子总数 在发表电解质解离说之后 阿瑞尼斯以研究电解质水溶液导电的实验为基础 提出酸性物质在水中会解离出氢离子 碱性物质在水中会产生氢氧离子 举例来说 盐酸、醋酸、硫酸在水中都会解离出氢离子 所以属于酸性物质 而氢氧化钠、氨氧化钙溶于水后都会产生氢氧离子 所以属于碱性物质 想一想 依照阿瑞尼斯酸碱学说 这句话是否正确呢? 你答对了吗? 根据阿瑞尼斯酸碱学说 必须是物质溶于水中后能产生氢离子或氢氧离子 才能判断是酸或是碱 但以甲醇为例 CH3OH分子中既含有H也含有OH 然而甲醇在水中并不会产生氢离子或氢氧离子 因此甲醇不属于酸也不属于碱 所以我们无法从化学室中含有H或OH 来判断该物质是否为酸性或碱性物质 学习完阿瑞尼斯的学说后 让我们来做个重点整理吧 1. 电解值溶于水 会解离出带正电的氧离子 与带负电的氢离子 2. 电解值水溶液中 因氧离子的总电量相等 溶液沉电中性 但因氧离子个数不一定相等 3. 离子在电解值水溶液中可自由移动 但通电时带正电的氧离子会往负极移动 带负电的氢离子会往正极移动 而使溶液导电 4. 酸性物质在水中会产生H症 碱性物质在水中会产生OH负 电解值水溶液中心 2. 珍贼 3. 赢金啲 3. 远氧离子会往正极移动 3. 赢金啲 4. 赢金啤 3. 赢金啤